谢谢我们赞助商的慷慨赞助 那现在我们的大决赛正式开始 是的 为了要加强我们参赛者的实力 我们用了现场乐队 就是Live Band 大家可以感受到Live Band的这个魅力 还有它的Power 马上来我们欢迎旅者大乐队 马上要登场的是夏日之声队的 编号一冯雪莲 我们先去看看为了这次比赛 她做了哪一些准备 我从小就很喜欢日本文 那是因为受到我妈妈的影响 因为我曾经听过我妈妈讲日本话 跟人家好像做翻译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日本文这是很特别 之后呢我又很喜欢他们的料理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料理很精致 所以我也去学了 在2003年我参加了一个日本电视台 在新加坡主办的一个歌唱比赛 叫做Nodojima Nodojima就是说 字满的喉咙的意思 是在他们的日本 有求历史的文化 而且他们要从2000人里面 是选拔25人 能让日本人肯定我的歌声是不容易的 我在尼安保利是学了film上的video的 摄影是我的主秀课 所以我妈妈的poser都是我帮她拍的 她每个角度都很好看 因为她天生地质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没有想到到我这个年龄 我还可以能进去到大决赛 是我自己的一份荣幸 也是给我自己的肯定 一种骄傲 所以在这个大决赛 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 成为最好的一个 一日就是力量 夏日师生会编号一冯雪莲 要演唱苏瑞的《变》 像青春相见 赐地转天生 当你也改变 路过也云云云云云 在季节边温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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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我不小心失去的情感 说了你爱 就把我不愿生气过去 流向天际 让你不再生意 想处处相见 处处转天山 当一年改变 如果也一年 我会想处处 变号一一开场就以这首苏瑞的变 来作为这个开场非常高亢 很有爆发力的一首歌曲 这跟雪莲的以往的歌路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非常大胆哦 因为我很喜欢唱不同歌曲 跟不同歌路的歌 然后我又很喜欢模仿他们 所以我看了《大戳车》这部戏 但我很喜欢里面的每一首歌曲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大戳车》张养兴PBM 我很喜欢你唱歌很自然 不照做 你用那喊式的唱法呢 张力不错 我有被你感动到 谢谢老师 你这几次的歌曲 带给我的感觉 就像你每一场都在变一个新的魔术给我看 所以有惊喜 也有很多的惊讶 我想提醒的一点点小的事情是 喜欢唱跟能唱是不一样的 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能会觉得我变化很多 是给自己一个满足感 但是我能不能够达到那个真正创造那个感觉的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过整体来讲 你已经进入大决赛 而且你今天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非常棒 这句话可以说很重也可以说是很轻 喜欢唱跟能不能唱是两回事 好 接下来我们请歌台达人 你做到了 谢谢老师 当决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是很担心说 这个呐喊式的唱法 会不会打到他的音域里面 你做到了 事实上我比你紧张 而且你真的是 moles 是 时间